由玉璃镇之罗部落发起的葛玉金节 在今年堂堂迈入了第六年 除了是让大众认识葛玉金生态产业 在米白流团队共同努力经营之下 近几年更是扩大串联了193县乐德段 沿线的部落以及青农 推广在地的产业体验游城 不仅是创造了部落产业经济的群聚力 更是让旅行社争相大推的国旅游游城的首选 部落头目撒酒祭祀 照告祖林 第六届之罗葛玉金节正式登场 地方机关首长 立委 民意代表 以及部落族人青农热烈参与 现场热闹非凡 他们的用心让秋农感动 我想这个都是带动我们整个农村再生的产业 我们年轻人能够将我们原住民族 老人的所使用的 传统的所使用的 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发挥出来 那我们农粮署东区分署这边 也会辅导农友 部落的农友 朝着有机产业去做发展 今年的葛玉金节 除了有在地小农 青农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涉滩展示展售 最受游客民众喜爱的在地农产 包括戳喜爱玉 芦苇吸管 以及葛玉金珍珠的DIY体验更是人潮不断 尤其许多旧与新智的旅行社也专程来体验取经 大力推广成为国旅游城的首选 因为后面觉得说这个活动很棒 可以带领更多其实花园以外的游客 来到花园这个地方来认识这个部落 米八六团队成功创造葛玉金农产经济 以及观光流产值 在观光局花园纵管处 水宝局以及政工所等的支持 六年下来进进夜夜一步一脚印 延续部落古老的米八六传统精神 也让花一九三线乐得断言线的部落团结 展现部落经济产业群聚的最大能量 房子就很像以前米八六的概念一样 我今天搁到了那你家的五个人帮我 那明天你家搁到了我家的五个人去帮你 就这种的方式跟概念这样子做一个交换 米八六团队从葛玉金节前两年的置办推广开始 彻底贯彻部落早期的米八六互助合作 相互扶持共好的精神 米八六执行长黄玉惠说 作为一九三线部落米八六的窗口平台 希望借着葛玉金节成为地方创生产业 吸引更多的部落青年返乡就业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